话说在西班牙的一个小农场里住着一群小公牛 他们从小的梦想便是长成肌肉大块头 打败斗牛市成为斗牛冠军 像英雄一样被人尊敬 所以他们的牛身信条便是牛故也一死 或成为斗牛或成为牛肉干 然而咱们的男主小公牛肺敌就不一样 他不喜欢打打沙沙 只想守护自己养的小花 大家还牺牲他叫花花 花花的爸爸是一头健壮的公牛 在农场所向披靡 花爸从小就告诉花花 他会被斗牛市选中 去斗牛场成为冠军 然后把所有技能都交给花花 这样花花就不会变成牛肉干了 可在花爸离开的这天 花花有种不祥的预感 至此之后他再也没见过爸爸 花爸刚被送走 其他的公牛就开始欺负他 花花一晚都没睡着 太想爸爸了 他鼓起勇气逃出去 被发现之后只能继续逃跑 最后随着火车被搭到了陌生的远方 第二天一个女孩来到他面前 女孩特别喜欢胆小的花花 花花闻到花香 仿佛回到了家里一样 这里满地的是鲜花 花花简直开心到不行 落到了农场 随便他玩耍 每天也吃不完的青草 不用斗牛 也不用担心做成牛肉干 晚上睡觉 都是和主人一起睡 慢慢的 花花也长大成了一头大公牛 每天过着快乐无忧的日子 今年的鲜花展览也与花花体型太大 不能参加 不过趁着小主人不注意 花花就偷偷拿到了小镇街上 因为长得实在是太嫖悍 花花一上街 就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最后闯进一家瓷器店时 虽然他小心翼翼 但是由于一个喷嚏 打碎了所有瓷器 等小主人找到花花时 他已经被强制带走 花花再次被送回了出生的公牛农场 为了平息花花的牛脾气 人家送离头巴基羊进来 巴基羊是个唠叨精 只要他唠叨 花花就会平静 两个小家伙还意外成为了好朋友 其他的公牛小伙伴都已经长大 从小喜欢欺负花花的瓦丽 将他当成了眼中钉 晚上三只小刺猬来偷水果吃 被花花发现 三只小家伙还以为会被吃掉 不过他们发现 花花和其他公牛不一样 是一头很有爱心的大块头 临走时反而还送给了他们一些水果 花花想在夜里逃跑 可发现这里已经装上了高压店 隔壁的沙雕马还笑话花花 太笨了 早上巴基吃饱垃圾之后 发现斗牛市拿到了农场 其他的公牛 看着斗牛市到来 那是兴奋到不行 一个一个都想尽办法 莫得斗牛市的注意 只要花花不想玩这种无意义的打架游戏 其他公牛都秀出自己的技能 结果斗牛市谁都没看上 天真的呱呱以为自己被看上了 上车时还得色到不行 只要小伙伴知道这是去屠宰场的货车 想想呱呱变成年月干的模样 大家吓得都睡不着 巴基也催促花花 如果他再不开始训练 那一定会被送去屠宰场 花花根本不听 看到小兔子也危险 自己不要命的去救小兔子 还好心的给小兔子做人工呼吸 对面的沙雕三兄弟 又开始嘲笑公牛不会跳舞 这下花花是不能忍的 开始和沙雕三兄弟斗舞 其他的小公牛也过来跳踢踏舞应战 对面三只家伙还知道跳天鹅舞回应 最后在搭搭的电动马达舞的年载下 终于赢得了胜利 沙雕三马祖被电得只哆嗦 花花第一次和朋友们打成了一片 连从不笑的呆胆也笑出了牙草骨 晚上花花和巴吉策划逃跑 为此他们还贿赂了三只小刺猬 可在走廊 花花看到了死去 爸爸的照片 原来所有的斗牛冠军最终还是会被杀掉 将牛角挂在墙壁上 所有梦想只不过是泡沫 花花放弃淘宝的机会 跑回来将斗牛冠军会被杀掉的消息 告诉了这些天真的小伙伴 瓦利世界观崩塌 说着就要和花花决斗两个大块头在外面展开角逐 瓦利不敌花花 牛角也不幸被折断 这一幕刚好被斗牛是看到 花花不幸成为了斗牛 而断甲的瓦利随即被送到了屠宰场 完了之后 花花决定带着小伙伴去救瓦利 呆呆咬断高压电网和闹着玩一样 其他小伙伴则掩护花花 她走进阴森的屠宰场 看到了即将被杀掉的呱呱 在瓦利的帮助下三个大块头成功走出了只进不出的屠宰场 临走时他们还偷了农场的货车 所有小伙伴都转了进去 小刺猬最聪明居然还知道开车 农场主随即便发现了小动物们的越狱行动 就这样公路上上野的动物和人类之间的速度与激情 人类的智商最终被小动物的团结跟碾压 来到小镇上 小车遇到堵车 这群小动物就像学会了搭公交车去火车站 路上还抢乘客的零食吃 要想坐上火车买票什么的是不可能的 他们只能偷偷走火车底下 避免被发现 小刺猬站在高处查看列车的走向 花花则用强壮的身体推动小板车启动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 小板车终于挂到了列车的尾部 花花为了掩护小伙伴离开 并没跳上火车 而是去拦截追赶了人类 被人类射下锁链套住 最后被强迫送上了斗牛场 作为斗牛史上最强壮的公牛 花花的出现吸引了无数观众 当年打败花花爸爸的斗牛市 成为了花花的对手 此时他的内心没有荣耀 只也无赖 斗牛市逼迫花花攻击自己 花花虽然是大块头 但是轻松就抢过了斗牛红布 一下子他成为了主角 斗牛市反而成为了漂亮小丑 这个把观众看都合了 斗牛市感觉颜面扫地 拿着镖枪就杀掉花花 任凭他怎么攻击 花花都能轻易躲闪 就在他准备发镖的时候 他看到了在地上的靠奶星 细细花香 仿佛回到了长大的农场 那才是他一生的向往 花花疑惑 动物和人类难道就不能和谐相处吗 斗牛市拿出利刃 面目猙獰 花花则平静地坐在斗牛市面前 准备就此赴死结束战斗 观众从来没见过如此爱和平的公牛 纷纷呼吁斗牛市 放过花花 还他以自由 最终斗牛市的宽容 让他迎得了有史以来最响恋的掌声 故事最后呢 小伙伴们凭死杀到斗牛场救花花 发现已经哪晚呢 花花和小主人再次重逢 他带着小伙伴都来到了小主人的家里 在这里不管也失于远方 爱他爱着的小伙伴们 看似没梦想的花花 却怀揣着对这个世界最初的美好 活着 善待他身边所有遇到的人和动物 心有猛虎 细秀强威 大块头也可以有大爱心 美丽不小定 欢迎大家关注西瓜看定 本次作品栏员 动画定 公牛历险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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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牛历险记